我會補2-3點半的鞋 帶你再來 總理 要弄起立 走 走 請坐 謝謝 所以我們稍微可能就有4年了 我一般要說的是台灣春秋 兩禮拜前我在這裡說台灣春秋的第一集 第一集是在說什麼 太子喜愛崔台青 太子啊 偏愛崔台青 因為 偏愛崔台 你還會黑馬上陣 這個故事 我今天再來 複習一下 因為 來 可以說我們台灣春秋這個故事 的電気 是從EQ七空年開始 EQ七空年的四月二十 就是我們 台獨聯名 有兩個人 一個叫做 黃文雄 一個叫做電子宅 兩個人知道說 成為國在 要訪問美國 要去四月二十 那天 在紐約 紐約 中央公園旁 一棟很漂亮的豪華的 一棟很漂亮的豪華的 飯店 特別是一棟 演講 那叫做 Plaza Hotel 各位如果知道 Plaza Hotel 就是1984年 Plaza廣場協定 管理日幣生殖的問題 那是很有名的 那個環境很漂亮 因為中央公園是世界最大公園 世界第二大公園 那是紐西蘭 紐西蘭 紐西蘭那個 Christ 那個 基督城 Christ City Christ Church 那個 下都 下棋 都漂亮 都很漂亮 那這兩個影響啊 蔣政府 任務的時候 在往前走的時候 他們怎麼對著 啊 反正喔 可能金長啦 平常沒有訓練嘛 穿起來 蔣政府我要打死你 砰一下 有一個那個 安全症的 手把他打他 趴對這個 天花板 沒錯 趕緊 當然一些 警衛都挖進去 給他這個 蔣政府 這個 這個 政治台 看說 他的 賣衫 還是 這有我賣掉了 控制就是肚子 他 外 去圍 結果 所做的 營法有在裡面 不管 這有就是說 次將是失敗 但是 我們台灣一些 不甘願 充滿美國 登記在這裡 跟我們靈體的人 很大的震撼 非常的 興奮 感到說 台灣人 煩恐的精神 已經表達 讓全世界 知道說 中華民國 在世界上 全團公 他在這裡 建設得很好 敵到所有台灣人的支持 對世界上的 國國的 麻片 什麼 那些雞尾 就什麼 拚牌 這樣 那些雞尾 我就回來 這位 我回到台灣的時候 建文普町 開始對查 對查 說 這雞尾翁 什麼看的北京 什麼看的人 電子宅 什麼看的北京 什麼看的人 去查的時候 哇 雞尾翁 他有一個室友 Roommate 叫做李登輝 這個李登輝 這個李登輝 回到裡面 都給予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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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予 四月二日前 現在一段長信 極力推薦李登輝 幫助他 跟他一起去日本訪問 因為在年齊的時候 1970年年初的時候 經常出國進行 就要叫王總統去 去調查 要了解 日本這個太陽 是如何升上來的 因為日本那時很強 經濟很好的 日本是怎麼會擴向 經濟發電做得這麼好 這麼成功 就叫王祖宏主持 因為王祖宏剛好在聯合國去做顧問回來 結束他在聯合國的工作回到台灣 就叫他說去了解日本的經濟發電起來 王祖宏不在日本 他們中國人很多都不在日本 所以他就看到李登輝寫的文章 知道他是日本很用的 所以就極力推薦 給他食材料 極力推薦 你跟那個獎金沒說 應該要去用這種台灣的精英 所以 按下不表就說 他 地毯市搜索 李登輝收為一切 去了解李登輝收為一切 當然也會去 4月26號到5月10號之間 兩禮拜時間去日本訪問去副授 經過 經過 這樣說就說 190年的時 他5月回來 我8月找不到就開始 我就跟李登輝寄民 8月找到 我就做一個研究助理 做一個研究助理的時 他們的時 他就會抱怨 說 這個調查局 軍事情報局 警備總部 都常常調他去問 問得很傷心 我說老師 大家都問什麼問題 他們都重複 問我什麼 你以前在美國讀書的時候 在康南大學讀書的時候 都常常聽 聽客 聽客的時候 都沒有聽 都聽你們台灣小孩 都沒有聽我們 這個 那個叫外生小孩 他說這個問題 問我怎麼回答 問得很煩 我說你是怎麼回答 我說很簡單 他說我怎麼回答 我太太 我都受了日本教育 不要受到中國的教育 所以不要百年會 我媽媽 當然 要請客的時候 就找說 來這裡可以說大英語 大家的交通比較方便 這句話就好就回來了 所以清廟單學就沒事 雖然 經過他密集的 這個 很縝密的調查以後 發覺說 李定規很愛打五父 打九父 要是人故意 很實在 很認真做研究 打拚社 打拚聲 literature 社群求 nous 交防非常單純 並沒有 這個 台獨的傾向 沒有參加台獨的組織 這樣 另外就是 現在理定規都是 雙手再生 雙手再找成 而理定規又參加台港 在台大讀書的時候,早期是在進入大學,前後回來,在台大讀書的時候,我參加台灣共產黨,這次參加,所有共產黨都一樣,表示李定衛在那個時代,1930年代以後,經過社會傾向於社會主義,傾向於支持共產黨的論述還是理想,那是很正常的年輕人。 像法國人說,30年以前,若是迷戀共產主義,那是正常,30年以後,要在想共產主義可以解決問題,那就是不正常。 當然啦,李定衛在台大講,將到以後有關,關的時候怎麼沒有侵殺,一部分人可能侵殺,他怎麼沒有侵殺,這裏就有很多我們不清楚的地方。 就是這樣,真正的理由,讓蔣經國覺得,這人不錯,應該可以作為崔台青的典範,要提拔崔台青,這人可以提拔。 所以在1971年的時候,才開始提拔,提拔的重點就是, 爬爬是劉美的學生,一個是壓青打,另外一個是回來這裡替中國民國出力。 所以,不是說王作榮極力推薦,就把他升官,在1970年的春天,1970年的春天,就把他下調子,給農副會,農副會,農副會的主任委員,沈宗翰,下調子,說,就要讓這個人, 做農經做的主任,因為農經做十八年都沒有生前,寄政做十八年都沒有生前,要把他升官起來做主任,因為那時候沈宗翰,他也說說,這理定委,蔣經國對他的調查,一定是,有問題,不要他重用。 王友招,本來他是,農經做的主任,去檢查一個,其他的做的主任,沈宗翰,兩邊檢查。 蔣經國,知道說,這個問題了,因為,當然,王作榮也有出一個人,王作榮說,他覺得這樣不對,應該要他升官了,結果,王友招的人,一個人減兩個位, 他說,他說,他如果去國公,歸推薦,李登輝,可能會有,蔣經國, 發議說,王作榮在那裡,給自己的協力,所以他就去叫,那個,一個宣言的, 那當時,這個宣言的是,沈宗翰的主任委員,我一個稍微不記得名, 楊主任委員,是中國劉翁南民之一,蔣經國非常氣重,所以他去跟宣言委員說, 說,李登輝是人材,我不便開水,我再推薦,請你去,對蔣經國的民航前, 來給他名言幾句,看他可以回接這個,農經做組長嗎? 蔣經國,本來就跟我說,調查到一個階段, 對EQ七空年的四月二十月以後,開始做調查,調查到EQ七年, 逐逐要一年,然後下個條子有,沈宗翰說,請,這沈宗翰, 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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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經組組長這支部,女婦,我們,李登輝,來討一下, 所以,這個,這個,是很關鍵的,一個問題,就是說,蔣經國要看,李登輝過去,他的表演是這樣, 各位人,台灣的學者,台灣的精英,在二八十年以後, 都受到很大的壓力,大家要出頭,都很困難,所以李登輝,他覺得,他生一劫, 他也很愉快,把他母一年,母到這樣,走到沒了,結果說, 把他生一劫,農經組長,但是我一年,蔣經國以前開始, 祝福,要看他的表現,看他的表現,所以我EQ七空年的, 八月邪到,開始做他的研究助力,和EQ七年年的,春天, 他就,生起來做農經組長,然後,時間一直走,走到一九七十年, 就這個,蔣經國就開始要造谷, 造谷的時候,520,1972年的520,之前,到1971年的中間, 這個冬天發生一件事情,這個事情就是,我們沒什麼注意到, 叫王姓慶,王姓慶,王姓慶的,台大一個森林系畢業生, 拿到美國的獎學生,結果,因為我們那時候,退出聯合國, 結果,就在中間,要把冬帥的聯合國, 王姓慶,現在,心有所感,在秋天的時候, 他說,他不想出國,他要留這個帥,跟大家打拼, 那,就,蔣經國就跟嘉許來召見, 王姓慶的那個,筆名叫南方什麼, 南方塑, 他要知道南方塑,所以蔣經國就, 把他推薦去,中國師部去, 上班,去做外國, 現在,本來是沒什麼大事了, 王姓慶,去拿出一個人,叫王富書的, 都全身王的, 這王富書是,台灣大學代聯會,代表聯合會主席, 他學年一科,三年級, 王富書想說,王姓慶,沒有處理,這很富的台灣問題, 這麼多,去王冬出聯合國,這些問題都要解決, 都沒有解決,所以他覺得說, 要來辦一個台大社會服務團, 下鄉服務, 我們像中國那個, 文化大革命的時候,都知識青年下鄉, 他才會有偶遺知識青年下鄉, 號召台大學生來參加, 參加這個台大社會服務團, 有五組分五組, 有警察跟人民之間關係的研究組, 有農村經濟研究組,這樣, 我在那時候已經讀百多篇的農經論文, 馬鎧, 告訴我很要好,他就跟我說, 王先生在,王富書在造兵買馬, 你不可以從農經組搭三天, 我從研究生的身份去找王富書, 王富書說,好喔,我拜託你搭三天, 所以我就開始做研究, 在寒假的時候, 1971年的寒假, 1972年的一月, 1971年, 一月的結束嘛,學期結束的時候, 我就下鄉去宜蘭, 我帶隊, 輪中四個四個人, 輪中分組十一組, 十一組, 十一組做訪談, 四個人一組,四個人一組, 宜蘭就一組, 法連一組,台東一組, 我帶這個宜蘭台東法連, 我去做訪談, 去做那個農村經濟問題的訪談, 反而之後, 第三月底的時候, 我完成所有的報告, 三月底完成所有的報告, 要完成所有的報告, 在公開的時候, 王先生, 王先生放話說, 堅決反對這些報告, 這個公開發表, 反對, 所以有一個叫林憲統的, 這位做律師的林憲統的國民黨的, 他就拒絕, 鑽寫研究報告, 他是真正民族的, 我想說, 不小心, 誰誰出來, 辜負到大家的期望, 所以我在, 七天, 八天七明的中間, 不明不休, 15萬日, 15萬日的報告, 報告出來, 誰送給那個, 李登輝衣, 吳聰賢跟蔡宏進, 三個高雄去審查, 審查的結果, 大家都覺得, 審查得很好, 審查得很好的時候, 第三月, 第三月三十一號的時候, 就出版, 出版五十分, 限於什麼, 限於所有農政人員, 產業, 不得對外公開發表, 這樣, 因為那時候, 王先生說, 你如果是公開發表, 我都要抓人, 這鑽石報告都要抓人, 我以前覺得, 沒有實在, 審查不可以, 我所審的東西, 變成, 李登輝入閣, 有關農村經濟改革的, 張本, 裡面有說到, 高的問題, 所以, 那時候, 進行這個, 訪談的訪談表, 就是都在李登輝衣道, 討論出來, 就, 當前農村的問題, 所有的困難, 把他發作高的主題, 發作高的主題, 那表表格很大, 很大拼, 像我一十個的表格, 就這九個主題, 農村, 農民, 農家, 有什麼意見, 去做訪談, 做回來之後, 做一個統計分析, 統計分析, 統計分析, 統計資料出來之後, 我就下分析報告, 這樣, 後來就變成說, 農村九大措施的, 重要方案的根據, 根據, 那時候, 520, 就, 現在, 李登輝, 就對農經族, 組長, 被點名, 被清點, 就因為, 獎金五位組合, 就出來, 農民政務委員, 農民政務委員, 那, 所以我直接說, 所有農經改的, 都知道農業問題, 非常重要, 這邊, 來過改造, 一定要有一個去做, 政府委員還是做什麼, 因為, 我們沒有農業部嘛, 還是跟農委會嘛, 農委會嘛, 農委會就是, 美元會, 美元出錢的單位, 庚子賠款, 拿出來用的, 農委會, 跟政政會以前, 都是美元款, 用美元, 庚子賠款, 對萬千的庚子賠款, 一直流到中華民國來, 尤其美國在出錢, 在支持農委會, 所以農委會, 薪水是很高, 那, 大家都想, 一定要出一個農經人材, 來解決農經問題, 咦, 大家都在期待, 像我剛才說, 吳聰賢, 我們中華人, 台大農推市的市主任, 常常都參加國民黨的討論, 電信的國民黨的人, 李廷會從來不來參加國民黨的討論, 都是黨外在討論, 是李廷會參加, 那時候, 他很希望說, 他可以出來做政府委員, 結果, 大家看到李廷會出來, 做政府委員, 覺得他是在那邊, 他是大黑馬, 這樣, 所以這就是我, 在那邊, 上一邊, 講到這個地方, 那520, 他就, 發表於是, 做政府委員的時候, 他人在紐西蘭, 參加這個, 世界農經, 農業經濟, 的學生會議, 所以, 人沒有在那裡, 但他回來的時候, 已經超過520, 他回來已經超過520, 他回來之後, 我隨時跟他記民去人家, 跟我們所做的工作, 都去跟他匯報, 所看的, 他們家就說, 對大門, 外面的大門, 那個公寓的外面的大門, 有一個小庭園, 一樓有庭園, 外面的大門, 一直白白白白, 白白白, 白白白, 跟他們三樓的, 會來進去, 所以, 很多訪客, 所以我很慘的時間, 跟他講什麼話, 我就, 用離開東西, 拿回去, 我就走, 到6月20左右, 我那時候, 在行政院主機處上班, 行政院主機處, 在這次, 第三局, 第三局, 在那個, 博愛路地, 就是這次, 植物園的, 博愛路門口, 大門口, 出來的, 叫廣播大樓, 我在6樓上班, 6月20, 我想, 喔, 整個月, 每次去, 2000年到, 都沒有跟他講話, 東西拿回去就走了, 他都很忙, 我那天, 有了6樓左右, 我想要給他打一張電話, 我說, 老師, 不知道時間嗎, 我說, 我現在映仙的, 想要找一個人來講話, 你打電話來, 剛好, 快點來, 喔, 你離你的房間, 我這裡五六分鐘而已, 快點快點, 我想要跟你講話, 我現在快點, 面, 空氣放了, 我就起來了, 把它擠下來, 擠下來, 當然是師生分兩旁做啦, 我說, 老師, 我齁, 這個月以來, 都沒有時間跟你講話, 你都很忙, 我去你們家都在那裡, 就走了, 我今天, 全工來跟你道好, 道好你, 容認, 新職啊, 生, 升任一個新職啊, 有, 你對這個節目, 有什麼看法, 都很好的啊, 農經, 農家, 農家, 農村經濟, 已經到, 崩潰的邊緣了, 大家都很辛苦, 很多農家都賣耳玉尼, 雜音都賣出, 賣吃, 以前十五個小孩, 沒有, 做財都賺, 沒有賺, 沒有錢賺, 都做了二個賺, 所有十四九空, 都賺錢賺, 你這個農經專家, 來發入這個, 做政府委員, 來發入農, 農村經濟的問題, 改極, 改恰當, 就很恰當, 他就歡迎笑笑, 他說, 欸, 不過, 老師, 你不可以他們, 這樣你就鬆施自己, 你要知道說, 你這次的事情, 一直很重的, 你要分農自己, 做一個, 政治家, 把你的道袍, 放掉, 要做一個政治家, 不能跟我們一天一樣, 去開口,去上口, 這樣搞分人, 這樣不夠, 這樣不夠, 格局太小, 要把格局放大, 要怎麼做, 我自己做得好啊, 把農村經濟做得好啊, 格局放大, 絕對不能去政府, 做部長, 要做什麼, 沒有做部長, 要做部長, 不知道要來改革, 他說部長那個小腳, 要去政處做行主席, 他說行主席, 怎麼有什麼重要, 我說行主席, 省政府, 在國防外交以外, 他的功能, 各單位的功能, 跟行政院一樣, 但是, 天下沒事情, 你就是封疆大力, 是省主席, 天下如果有事情, 你登高一夫, 你就是台灣的政治領袖, 你就把中央演奏, 你就把政治領袖, 你把政治領袖, 啊, 他聽一個仿然大悟, 我來日出, 他丟掉, 他說, 啊, 如果這樣, 我怎麼做, 他說, 你當然是, 目前就, 你就是變成蔣氏家層, 你就好好做你的辦演, 你的角色, 做一個政府議員, 廣捷三年就好了, 這樣嘛, 啊, 之後, 1973年, 我一個標, 標兄, 我去找裡面有誰, 說要去標什麼, 標中港外面那個運河, 說那生理絕對賺錢的, 說叫我帶他去, 跟他立宣記民, 我旁邊就, 一直說說, 就像你們一樣這樣, 就要去辦理, 然後接辦理, 可以順利較有錢, 才能用, 我旁邊說說, 就先走了, 我就跟立宣說說, 老師, 我旁邊說, 不對, 你絕對不可以建立辦理, 你如果建立辦理, 是犯了獎家大忌, 然後, 你就要以天下英才為辦理, 雖然說, 我是立宣, 你不一定要用我, 意思是怎樣, 要用天下英才為辦理, 阿爸這裡做了事情, 阿爸就用人才, 做了事情, 沒有人跟你說, 天下英才是, 哪裡有的, 但是, 也有以前, 你要訪求, 平常是可以了解, 才不會變成一個小格局的, 這個政府就對了, 1974年年初, 一個部長說, 這個派李登輝, 帶籃球代表隊, 中華民國籃球代表隊, 付非洲訪問, 我的品質這個味道, 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 沒頭路, 沒頭路, 沒頭路在做什麼, 我廚家, 我後面都認經拿, 每年都有來取香, 而取香的時候, 蜂蜜都很好, 所以我那年就買兩湯的蜂蜜, 沒頭路就要太多吃, 所以我就在徐州路18巷的市場 他知道人在賣菜 賣菜的地方 我跟他做一個雞子 他補我就賣蜂蜜 本市 我在那裡做陣 本市叫我一碗來幫他送匯 我就靠電話給你 你看到你補助靠電話給你 老師 你有什麼事 我說我想要找你 你有什麼事 我說沒有啦 我沒有三台的 我就沒有台基礎 沒有頭路 我在這個附近的市場 擺地攤的不賣 不賣蜂蜜 我這個蜂蜜我們賺到他們 很讚啦 做你順的很好 我要送兩罐給老師吃看看 來來來 我想要吃看看 好來來 你快來 我也要跟你說話 去 去接下去而已 他跟我說 最近你對我的工作有什麼樣的 建議有什麼感想 說老師你要想 講真的我派你 帶拿牛隊去飛車 這是有意思的喔 這是有意思的喔 他們說沒有啦 要留什麼意思 就叫他去這道道去放三心情而已 放鬆一下啦 不要這樣不可以這樣 因為那時候石像建設 就開始在舞了嘛 他就附著石油化 石化後面的工作嘛 我不是這樣喔 我從來沒聽過李老師打拿牛啦 也沒聽過他在看拿牛比賽啦 我就要學了 看拿牛比賽而已 他都不可以說 健康就說他的教育囚精 打拿牛是 籃球門外漢居然帶籃球隊去訪問會做 這個有問題 這個有問題說 蔣經國開始在訪問會 視野比較廣的 鄉親比較開闊的 接觸接觸各方就對了 我的判斷是這樣啦 他們沒有一直說 沒有啦 沒有那些事情 老師就想之前的啦 之前啦 還有台灣小孩 哪有可能把我們摘牌 李永遠說 蔡子媛說的有一點 味道有一點藝術喔 好了 各位給我看看 那是年初 七四年年中夏天的時候 換他小孩來啊 我想要帶你來 我家接一下 說什麼事 來這裡說 來這裡說 去的身體 補助給我看 下一任省主席的人選 有四個 第一個兩岗 第三個年輕生 第四個李登輝 我一看 看標題說 老師 這是沒有不對 這是對的啦 這是很好的啦 很好 用很好來很好 很多人在檢視 包括我的老師 徐慶忠 說行政院副院長 都想要做行主席 行主席 這支部 比較像你說 建重要 所以 包括你都想要去做 我要怎麼說 我要怎麼說話 我要怎麼說 我不知道要怎麼這麼好 坐立不安 說老師 你怎麼做都不好 你不用付款 你不用組織班 你不用組織班 都不用 都不用做 你人都不用做 改動做什麼 改動說什麼 改動說什麼 你都說什麼 這樣而已 族人 順義族人 不是付款 人辦 建立班庭的人 可以在床上 因為像一個人獨裁者 雖然是行政院長 但他是獨裁者 因為蔣介石已經握床不起 不久會死掉 你知道 他們這裡是無路應的人 所以 蔣經國已經掌握一切 要去組織的標 是說 蔣介石不久會死掉 從1975年到現在 他要不死 已經不動 不說話 只會吹開這樣而已 所有權力 傳承 不管是情質系統 還是說這個財經系統 還是說這個 軍方的系統 都完全在蔣經國掌握在這裡 已經完成 他接班 跟作為獨裁者的任何條件 所以我說 只有他可以做決定 都不用去想要接班 要什麼 呼朋引伴 要像那個謝東銘 像那個人這樣 都得不到獎金我的青睞 你都不要建立班底 你都不要做 都不要說什麼 都不要說什麼 用話都沒話說 人家在那裡 有很多人說 我都搶聲 也這樣看 看我沒有 沒關係 看你沒有只有一個人 看你有就好 只有那個獎金 看你有就好 所以各位 同樣 當然看我們沒有 我們就要認真打招 你就要充實自己 充實自己 機會來 你講一下話 很重的 讓大家嚇到 你就出來了 還是說你做什麼 大家都錯目好 我來試試看 一試 做得很好 做得很成功 你就撲起來了 不必怕人 自己詐欺 自己壓制 他說報仇 報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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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人 怎麼怎麼怎麼 都沒話說到我 沒關係 都沒話說到你最好 你最安全 這樣最好 因為什麼 獨裁者不會去 注意到那些 他覺得那些人在 呼朋遠伴 拉幫結派 到尾身 蔣經國 都不喜歡 因為什麼 會威脅到蔣家的未來 會想要蔣孝 蔣孝 蔣孝 兄弟 你就沒辦法 這裡有可能 這就是他的青睞 你這裡有可能 有一天 你這裡有可能 突出 我在620那天 我告訴你 你如果去做 新竹學生 你將來有可能 蔣經國要選總統 有選一次還是兩次 你繼續 到時候 你年齡適當的時候 他就會請你去做副總 如果請你去副總統的時候 你做新竹去做副總統 像原家幹 那種人做新竹學生 蔣介石要選總統的時候 找他 第四次第五次 找他做副總統 這樣的時候 當他找你去做副總統的時候 他就七八十歲了 有可能在他陣來就死了 當他死了 你都不用選舉 你就做總統 你就做中華民國總統 我這樣講 六二零的時候 那時候我 要賣媽 你才六歲 要賣媽 你才六歲 這都用年齡去算 對不對 他需要一個什麼 蔣經國要把美國討好的時候 需要一個什麼 需要一個不單是催來生 而且一定要留美的博士 要留美跟美國有關係的博士 所以我在1975年的時候 我去參加那個 美國國務院的獎學金的 那個 申請的時候 我本來就想 我如果不打電話 就沒想到出國了 在那邊 我要去參加這個 口試的時候 離開東海 東海大學校門 找一台機車 我把他招下去 下坡路嘛 很快衝過來說 招一下 哇 我的視角朝天 我拍甘願球 反應很快 比較快把他那個頂部縮起來的時候 但是 我也是講到 沒分氣 三四雅先開來 老師你玩喔 你玩喔 把他扶起來的時候 把那個 招到那個 結果把他的電話槽都嫁 馬上把他送去那個 省力醫院去檢查 檢查一個晚上 好像沒有問題 好像沒有腦震盪 我就回來了 等一下我就 趕快把那個 美國在法教育基金會 你提供那個 國務院獎金的 那個單位 靠天說 我車禍了 我不能去參加口試 我想 我沒去 我拿到那個獎金 我也不可以 我不要打拼了 握兵在床 我要怎麼去 所以我沒去 我想算了 結果 過個星期 靠天說 蔡老師 蔡老師 那個 我們 口試到這次 最後一個改端 剩半小時 要給你 你一定要來 因為什麼 日本 文化大使 跟新加坡文化大使 來到這裡 總共六個人 要給你口試 對你的申請案 對你的資料 很感興趣 我怎麼特別 給我感興趣 我也沒什麼地方特別 有什麼被感興趣 我沒感覺 啊 我這幾人這樣說 說最後那一般 要留給你的 你不可以 不來 一定要來 禮拜六早上 十點半到十一點 所以我 禮拜五 我就乘裝出發 這段路 我以前買蜂蜜 那個樓上那裡 我 藍田美容院的老店 我以前的房東太太 來那裡 找個夜 我無所 就無所思 所以我就輕輕鬆鬆 逃早 十點半 這裡我輪到我 我像十點十五九月 所以我就 九點半半 用怕去 那裡 西華教育資金會 用怕過年而已 十點半 輪到我的時候 大家都給我問 一些問題 有的沒有問題 問很多 很關心很多 我剛才在日本 學習上班的時候 剛才 美國客戶 來就 你用英文 你用說說說 口水的時候 我說到 聽到藥點的時候 那藥點的時候 我就一直說 一直用我的拍音 一直表達我的意見 這樣 我說我很麻煩 說很麻煩 但是我在想 不是說我講 很多他麻煩 是因為我是 李政會 想 美國方面 已經 很注意李政會 未來的 方 未來的這個 未來的發展 所以 有藝術要在乎 李政會的時候 醫生會變的人 也要在乎 所以我就 在那裡 大家這裡 到一年 到一年而已 就拿到國務院 講 李政會 真正處 這樣 所以我覺得 美國已經開始 在注意 一開始 大概就注意 李政會 可能 他一定要 美國方面 一直對李政會 看好未來 看好未來 不是說 獎金國一定用他 是因為 覺得說 獎金國之後 他來接這個棒 最好的 一個 一個 一個模式 所以我感受到 李政會未來 一定是前途 非常光明 這樣我就感受到 所以1975年 當然要公超前 我1975年那時候去參加口試的時候 論文口 那個 蔣全軍口試的時候 在那個 在那個 5月6月的時候 5月6月 6月 在那時候 1975年發生什麼事情 發生 1975年四月 我是四月設政室 1975年 因為我四月設政室 是四月設政室上班的 74年 74年我 四月設政室上班 民國63年嘛 因為我65年離開 離開 六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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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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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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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課完所以吃不成功 所以如果是課長就要兩萬左右 但是我已經接拚了 我說我不能接你這個工作一直做 我要來黨海台家主 拖到三月底才給我配準 所以1975年我是四月前 才是全職在東海大學 進行的時候 有五月的時間 我是禮拜六禮拜天要去東海大學上課 今天時間我就是要在日本公司上班 兩兵很貴 四月前在正式的全職在工作的時候 四月前那天我哪裡 東海大學是南白宮 南白宮就是那個男子遠單身宿舍 我那天就落大好落大 雷宜大座很大好大家不知道會記得嗎 結果蔣介石在雷宜大座 全台灣雷宜大座的時候死去 四月前我的感受很深刻 我這個人改死早就改死了 太慢死 但是呢 電視一直播放於愛山 一些中國人流風難民的愛山的鏡頭 很多台灣人受到感染 我覺得 有志之士 額醜稱慶 但是愚昧的 混沌台灣人 也要跟人靠到這樣 舉個例子來說 我沒有很短信 我去支付他拜 有人在靠他對靠 你如果說死你怎麼靠 那是殺人魔王 他叫我開竅 很多學生都去靠 去支付 我不想去 我當然是 突然管政府的時候 做局長沒有去選 不可以 我去選是有去看 但當時 台灣人比較有意識的 都覺得這個人實有餘辜 實有餘辜 當然啦 那天 整個日子死後 結了一天 人家幹就 宣誓就職了 但是人家幹有餘辜 沒有 是有總統 他那個軍事的時候 攝影機拍攝 攝影機拍照 如果真的有餘辜 那樣可以 掛一個總統位置職務 事實上 他是一個空角的 他是一個空角的 所以這個空角的 總統 是因為有蔣經國是新政黨 所以做空角的 還可以 可以做一個什麼 太平皇帝 蔣經國在做到要死 這個狀況 不是只有他而已 就是李定輝 在1999 1988年 做總統 接蔣經國那個 為他做總統 一直到1998年 蔣燕十四 他也是空角 10年的總統 他是空角的 是看不到的 他的生活心無敵的手頂 但是他都跟他講大話 他很愛講大話 講大話 我是情字系統的頭頭 笑別人的嘴 他做總統的時候 他的電話都切聽錄音 都情字系統 你切聽錄音 看他跟什麼人交往 看他跟什麼人說三話 這樣那個總統 有實權 有尊嚴 他跟他講大話 在電視說 我是情字系統的頭頭 他說我就關了 他說我就關情字系統 沒辦法 所以就是說不切實際 他如果跟他講實際話 做實際的事情 可能我們民進會 沒有著力點了 這發唆從頭就說 蔣經國現在 在蔣介石未死以前 就已經突破了 所有權力都在他的手上 現在蔣介石是一個細心 很清楚 下一個階段 1978年 他就要選什麼 要選總統 要選總統 他很方便 他在那個改端做行政場 是清車減從就開始下鄉 去跟民間的人 打交道 很多民間友人 你記得 那個那個那個 經常去青年中學 在台中青年中學 那裡沒有什麼 黑仔兵 有嗎 去吃黑仔兵 在一陣過 跟人家破刀 親在清清的 當然沒有穿 穿衣服 沒有穿衣服 親在清清的 沒有帶領帶 這樣 到處去下鄉 那裡已經在搜攬人心 很多台灣人 不知道一個方面 在下鄉簽名 加緊控制知識分子 這一次 加緊控制 加緊訓練什麼 混亂很多很多條路 混進黨外 混進台獨聯盟 破壞台獨聯盟組織 破壞黨外的策略 甚至民進黨要成立的心 那是好話 都一手 一手 一手主導 一手主導 所以台灣人 沒辦法看得出 他在做什麼 他所表演的抓 政治的戲劇 很多台灣人 很愛 來跟他們破壞 跟他打手 我坐邊說 你在清清的上班 感覺到 整個打手 都沒有 喔 他在敵山的時候 我都去打打手 大家都去打打手 之後你跟他握手 欸 你在清清的上班 都看不到 我常常看到他 你覺得很遺憾 我一段遺憾就沒有 師兄 我非常喜歡打手 我在當時打打手 我在1970年就跟他握手 1970年 還是1971年 當時 我們有一個 誘師工業區破土 誘師工業區是什麼 是 教律王男民的第一代 是要創業 所以他們要求創一個誘師工業 類似這樣的工業區 進駐誘師工業區的人 都可以得到很多貸款補助 因為我1970年的時候 我就搭建一間鋼琴工廠 我在當時 說 整天 開業都沒有 是不是沒有利用 去參加一份 必須的時候 我們也刷在那裡 看他當台看 我去參加 我去參加破路電力的時候 一看 誰在主導這些東西 不是我們台灣人 都在那裡 流風男民的第一代 都在那裡 都在那裡 主導的 而且我坐車下來的時候 我們排隊在那裡 你給他翻譯的時候 一坐一坐 跟人家手 我一家手 真是貴不可言的首相 男人的手 軟乳棉 軟乳棉的手 軟乳棉 你把它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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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覺得有骨頭 如果沒有骨頭 那就賤了 還有骨感 那才是 貴 貴氣的那個手 當然他表示很親和 我一家就 哇 這個手怎麼這麼軟 軟乳棉 但也有骨感 果然是 丟作風帝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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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格局的 那個首相 所以 到了1975年 蔣介石一個世紀 他所規劃的 這是1978年要選總統 1978年要選總統 所以蔣介石 需要有一個爭議 學術就有一個爭議 究竟中華民國憲法是 內閣制呢 還是總統制呢 在我看來 什麼制都不是 既不是總統制 也不是內閣制 而是獨裁體制 蔣介石 蔣介石 一人說了算的獨裁體制 有很多人在這樣 明明說 蔣介石 時期 我們就是總統制嘛 蔣介石說了算 現在的時候 人家幹時期 因為時權不在那裡 所以現在就變內閣制 這是孝的嘛 所以既不是總統制 也不是內閣制 是強人的獨裁體制 我是這樣看 既然是強人獨裁體制的時候 蔣介石一直要排除什麼 長期以來一直在排除 公廷派勢力 蔣介石 鬥爭 首先鬥爭什麼 臣城派 在臣城西一間 跟臣城派 鬥爭得很極力 王宙龍本身就是臣城派的 石建生 王宙龍 劉貞 都是臣城派的 第一 臣城西了的時候 臣城派都失誓 都失誓 劉貞這位教育廳長 省教育廳長 石建生是 台大法學院院長 四十八歲就接 沙孟武做台大法學院院長 做到 很多年了 因為臣城死了 真協任 臣城沒死的時候 他本來是要做 教育部長 因為是高教師市長 台大法學院院長兼高教師市長 文子彬彬 是浙江青田人 省級非常優秀 他還在湖南的那個 中央大學 經濟史比較 很流媚 出口成章 文字很嚇 跟王宗巴黎巴黎 好朋友 非常好的朋友 這兩個人都在哪裡 都九十 都九十六歲 到我媽媽當年 實際上很愛他了解 台灣的實際狀 媽開是他的指導學生 媽開很愛叫我去跟他聊 我也很愛跟他講 我想 我對裡面 他所說的外面 我會知道中央 中央 有什麼政治鬥爭 有一些真相 後來 馬開幕跟他近民的時候 他也經常找我吃飯 都要知道我地方的消息 他就跟他說中央的消息 他有時候會跟他說 王老師 王宗榮 怎麼怎麼樣 劉淳有時候 也在那些 我去的時候 劉淳在那些 他們都相如以沐 我就說 最初的 蔣經國在 陳城跌跌時 是 陳城派 陳城跌跌時 他就是 達宮廷派 達宮廷派在1969年 想明的就是香蕉案 因為蔣介石偏袒 蔣經國 所以宮廷派的人 都中間落馬 香蕉案出來的時候 孫宇軒 蔣經國總裁下台 另外一個是 外貌協會 外貌審議委員會主席 我一個手不記得名 那個也下台 那都是宮廷派的 修保園 我一直不記得修保園 我會想說 有一個員 但不記得是修保園 修保園就要下台 不過 不是只有這三個 這幾個拿 這兩三個拿什麼 是金飯碗而已 吳鎮瑞 他是香蕉出口的 那個 那個孫委員 清國合作社的孫委員 他是送 為了要香蕉 順利出口的時候 他就送金飯碗 和徐保園 和孫宇軒 李國廷 等等這些 高級關聯 結果呢 懲處名單 上去的時候 講解說 這個 孫宇軒 徐保園 都要下來 李國廷 令議 令議 令議之後就是什麼 免罪 說國家需要人才 像這個 像這個 李國廷這樣的人才 不能沒有他 國家不能沒有他 所以 免除其刑 當然 叫 李國廷 趕快把政法人 拿去行為 純粹 這樣而已 大肆化小小 小肆化有 這個很明顯標示 所以說 蔣介石是在偏袒太子派 所以 當1970年 蔣介石犀了的時候 蔣天國更是 如智中天 就開始準備 1978年的 總統選舉 要掌控一切 在這個時候 已經掌控一切 但是在這個時候 他還是在檯面底下 等到1978年 他就譜出來 選 這個總統 要動選 之後 我本來想說 三年 內閣改組一次的時候 李登國就應該去做行事 結果 在 他六年 結束他的政務委員工會的時候 先去做 台北市 市長 我在1976年 7月20日 赴美國 進修 拿到美國國安獎金 去美國進修 在做之前 李登國他們 老婆請我在 在寶道路吃飯 這是第二次在寶道路吃飯 在寶道路是 南京東路跟 新生南路交叉 在附近那 吉林路跟 南京東路交叉 那個大樓的 在寶道路的 11樓頂樓 是一個 達官貴人 就是蔣家 請客請吃飯的地方 所以李登國在那個時候 常常在宴客 我是第二面 在那給他請 在那給他請 他就跟他說 說你美國要賺什麼 我說 我也要不確定方向 要怎麼拿一批文獎 這批文獎是 中國時報 假如我是台北市長 假如我是台北市長 我要用下列六種人才 來進行我的市政見識 我一看 你看看 這六張裡面你要選一行 不能說 真的要賺錢 選一行 我一看 有一個地方財政 都市財政 說老師 我的興趣是財政 我就對這個都市財政 地方財政 來專攻 用得好 你甘去甘回來 甘去甘回來 這中甘 賦予你一個另外的任務 你除了都市以外 去海外多接觸 流落海外的本土台灣人 精英 那代表什麼 我也知道 我在這一篇文章 在第二 我的臺灣春秋的第二 第二集裡面 我的結論寫說 老師 肯定我所做的選擇 並希望我在留學美國期間 除了功課以外 要多多留意 流落海外的台籍精英 我感受到李登輝已經深得獎金國的器重 師生二人對台灣未來的發展 及個人應該努力的方向 已經有了共同的理解跟默契 我學生二 第二章的結論 第二集應該說第二集 就是說我今天 要説説第一集跟第二集 把第一集的簡單的地方 中文的地方重複一次 那一篇我要說第三集 第三集 大概另外一個主題 另外一個主題 我今天就說這個地方 謝謝大家 謝謝 請損 嘗嘗 不 orth方便 谢谢观看